1.日本酒,清酒 酒是日本料理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调味料 日本酒大都以米、米菊、酒精为原料 酒精含量在15度上下 料理中使用酒有三个效果 1.去除生鲜食材的腥味,增加料理的风味 2.提高食材的饱水性,使食材变得柔软 3.可以使酱油、糖等其他的调味料更加入味 还有一种调味料叫做料理酒 也可以作为酒使用 它跟日本酒的区别是含有食盐 用它来做菜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没有日本酒的风味好 所以要做出更有层次的味道 还是比较推荐日本酒哦 除了可以饮用的日本酒 塔嘎拉的料理专用清酒也非常推荐哦 2.塔嘎拉、本味淋 它的原料是糯米、米菊、酿造酒精、糖类 酒精含量在13度左右 本味淋含有葡萄糖、寡糖等多种糖分 可以给料理增加多种层次的甜味 使食物更入味、味道更柔和 让食物变得有光泽 看起来也更美味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请注意选择本味淋 味淋风调味料跟本味淋的原材料和酒精含量都不一样 更加推荐使用本味淋哦 3.酱油 日本的酱油种类非常多 有偏淡、偏浓、偏甜 或是昆布、粗汁、牡蠣等风味 我比较常用原本风味的浓口酱油 Kikoma 生酱油 是没有经过加热处理的新鲜酱油 目前我们见到的大部分酱油 都是经过加热除菌处理的 生酱油容易烈化 采用特殊的密封瓶设计 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鲜度 防止烈化 生酱油的颜色鲜艳 味道比较清淡 生食或加热都适合 少量使用时 可以很方便地控制出口的量 缺点是用量比较大时 我觉得还是有点费时间的 价格比较高的同时 使用的是非国产托纸加工大豆 所以同时我也会使用 普通包装的酱油 Ichibiki国产无添加丸大豆酱油 对比刚才那一款 全部使用国产原料 并且使用丸大豆 无添加 价格上性价比也比较高 完整大豆没有经过加工 含有的油分可以防止氧化 目前两种看心情换着用 4.甜菜糖 以北海稻产甜菜为原料 富含的天然寡糖 可以增加肠内益生菌 它是非精致糖 颜色偏茶色 颗粒也较粗 GI值比其他的糖低 属于比较健康的糖类 它的甜味比较清淡 可以很好地给食材提鲜 不仅可以用于各种料理 也适合面点制作哦 酒 味淋 酱油 这三种调味料 以相同的比例混合 根据自己的喜好 可以选择再加入少量糖 便是家常料理中 我最常用的万能调味料了 适合各种煮物 炖物 是非常简单又实用的料理公式哦 这个比例甜咸适中 也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 顺便再分享一个万能的照烧酱比例 酱油 酒 味淋 糖 以2比2比2比1的比例混合 就可以简单做出美味的照烧鸡排 或照烧鱼啦 5 味之素 出汁粉末 煎鱼出汁是和食最基本的味道 不过传统的出汁取法费时费力 颗粒出汁对主妇来说非常便利 用适量的水与颗粒出汁混合 加入酱油 味淋 就可以做出和风味道的凉拌蔬菜了 猪肉白菜一锅煮 也只需要出汁颗粒和煎鱼露就可以完成 煮日式炊饭也是必须的调味料之一 六 味之素 丸鸡鸡粉 它是用鸡肉和鸡架熬出来的高汤粉末 无论是汤还是凉拌炒菜都适合 这个比例也是我常用的万能调味料 做胡麻风味的常备菜都可以使用 鸡粉 麻油 白芝麻 这三样标配 再根据喜好加点醋 蒜末 酱油 或是煎鱼露 就可以变成不同风味的料理了 七 味霸 味霸是大部分家庭都常备的一款中华调味料 它以鸡骨猪骨为汤底加入各种辛香料制成 炒菜 凉拌 煮汤 煮面都可以使用 味霸加麻油加芝麻 也是我常用的公式 煮出来的汤非常的鲜美 是很让人上瘾的一个味道 八 煎鱼露 创味 是我觉得味道最好的一个品牌 一匹匹 两倍浓缩 4倍浓缩 也是我比较常用的 把煎鱼露跟水以3比1左右的比例混合 无论是荞麦面 素面 还是乌冬面 只要这一样调味料 孩子们就非常喜欢吃 也可以用来凉拌蔬菜 肉类 再加点醋和麻油 就是一道非常简单而美味的料理了 9米子刚 柚子醋 它是咸味 甜味 酸味 完美融合的一款万能调味料 也尝试过新的口味 不过还是原味最受小朋友的欢迎 柚子醋跟白萝卜味道特别搭 冬天可以作为火锅的蘸料 浇在汉堡排上也很好吃哦 猪肉和白萝卜的一锅煮 用它简单调味就能完成 10 味枝素 阳风高汤 起源于法国 以肉和蔬菜为汤底熬制的阳风高汤 是做日式阳风料理中不可缺少的调味料 有粉末也有固体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做意面等很多阳风料理都离不开它 用它来煮汤也是万能的 甚至只是简单的洋葱汤 孩子们也非常喜欢喝 11 米子刚 简单醋 在酿造醋的基础上添加了果汤 葡萄糖 柠檬汁 辛香料等 比起偏酸的其他醋类 简单醋比较偏甜 特别适合腌制蔬菜 也可以代替寿司醋和普通醋使用 直接用它来泡红白萝卜 黄瓜 西芹等 冰箱里腌制一两天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美味 也是我家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菜 12 红白味噌 关于味噌对身体的好处 和红白味噌的详细介绍 请参考之前的这支影片 我比较倾向于选择国产无添加的味噌 红味噌的话 我比较喜欢有百年历史的巴丁味噌 我家里偏好红味噌和白味噌的人都有 所以两种味噌汤轮流做 味噌不仅可以用来做味噌汤 也可以用来炒蔬菜 炒肉 煮鱼等等 是非常健康也必不可少的调味料 13 卡古梅 伍斯特酱 起源于英国 以蔬菜水果为主 加入各种香辛料熬制而成 酸甜中带有香料的微辣 味道层次丰富 在阳风料理中加入伍斯特酱 可以增加料理的层次感 咖喱起锅前 加入酱油 伍斯特酱 蜂蜜 各一大食 可以使普通的咖喱变得更美味哦 水50毫升 番茄酱3大食 伍斯特酱1大食 奶油10克 记住这个比例 就可以简单做出汉堡排 或肉丸子的酱汁哦 14 秋比 卡路里减拌美乃滋 美乃滋发源于地中海 而日本的美乃滋经过改良 口味清爽柔和 也是几乎所有家庭都必不可少的一款调味料 秋比 美乃滋以植物油 蛋黄 醋为主要原料 口味咸甜适中 带有柔和的酸味 卡路里减拌也丝毫不影响口味 只要加入美乃滋 无论什么料理小朋友都会变得喜欢 如果有不爱吃蔬菜的小朋友 可以考虑加一点美乃滋试试哦 塔塔酱里的美乃滋 酸甜开胃 缓解炸物的腻 用美乃滋 用美乃滋腌制鸡胸肉 可以使肉质变得柔软可口 15 Ebola 黄金烤肉酱 三分之一的原料来自国产苹果 喜欢它清爽的甜味和自然的粘稠度 不仅可以搭配烤肉 还可以用它来炒菜 特别推荐牛肉盖饭和洋葱炒肉 小朋友立即逛盘 小朋友立即逛